在这次贺老师能够把 今天能够把贺老师请到我的课堂上来 这是一个意外流的听喜 我觉得生活正是因为充满那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才显得特别的伪调 在这次课开始之前 我接到很多同学的电话去问 我能不能穿教室 然后我也拯救贺老师的一天 但是最后我们打起的控制是坚决不快 我们要展安这个教室 就是大家能够占有全部的赞助 没有必要再换 这是一个课堂 它不是一个假座 这是一个正常的教学活动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我之前与贺老师过去说 我们大家平时都是处于一种西北地区的一种 学术的一种饥渴的状态 但是贺老师多少能够满足我们的这种饥渴的车 然后我觉得今天有一些原则 我们不要自己受限制 贺老师是对于崇尚言论自由的 我也是在西北地区一直很主张 言论自由今天的实施的这些 讲座的每一个视频 你们可以随时发到微博上或者发到网络上 在网上都可以 我觉得无所谓是吧 我们是公开的一个教学活动 贺老师之前也问我 就是这次课上讲什么样的一个主题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设定什么样的一个主题 就是只要能够讲大家关注的一个法学的一些最根本的 最契合这个时代的一些问题 这些都是可以讲的 所以说下面我就不多说了 好就是让大家在未来的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间 好好地感受我们的贺老师的风采 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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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公开每周课都是他们的词瓜 没 对 因为我今天不是 不是 非允许的讲座 我今天会在 我们老校区本部给研究生的一些座谈 这是计划中的一部分 包括演员的嘉语校长 都有一些演员的嘉语校长 都非常欢迎贺老师到我们这儿来 交流 但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 确实是一个非常意外的实践 因为今天我上午 本来是上午下午晚上 都要参加在这个地方举办的一个民主的法治 学会讲坛的活动 今天晚上是一个所谓的 某某某大成律师之夜 那一夜晚上有几个学者对话 跟律师对话 但是我们这次论坛 非常奇怪的某种干预 使得这个论坛 就开了半天就结束了 然后 某某老师今天也在那个论坛上 所以他就 问书时机的赶快给我发个短信 说 下午和晚上你就交给我吧 是因为我们经常会理解周老师的种种小心思小想法 因为比如说我自己给一个班的同学讲课 一个学期讲下来 总是觉得学生有一点审美疲劳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中间穿插一些个其他地方来的学者啊 给学生们来一点不同口味的东西 尽管不见得有你们陈老师讲的好 但是讲不同的东西可能让大家觉得 好像有点领略其他的人的一点风采 所以陈老师是我的学生了 所以见到你们我就觉得 跟见到自己的学生一样的那种亲切 那样的那种美妙的感受 但陈老师他在这个地方 有些事情做的声势闹得很大 我也知道 经常我会在网谈关注他的一些动态 现在这样的一个微博时代 陈老师的一动静在我的掌握中 但是说老实话 自己内心里面还是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博士毕业生 让人感到特别的荣光和自豪 因为他把我自己想追求的那些目标 那样的一种精神 那样的一种风范 全部带到了西北正法大学 这是我特别荣光的学生 当他离开北京 到了西北正法以后 我感到随时最大的车 他做了一手好饭 穿菜做得特别好 他走了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领略过 那样的一种独特的穿菜的风范 那么今天我过来 当然今天不只是读学 也有我们律师 也有老师 今天都会 周周有一些朋友 他在外游站的一些人 那么 我给大家就是闲聊 闲聊大概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用半个小时 或者多一点的时间 做一点现场的对话 你都看不见我吧 我自己在过去那一年 我觉得2011年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来说 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理论 但是我自己个人也介入了一些事情 深度的参与到一些事情 我经常都被有一些人质疑 说作为一个学者 遭遇了点不合格 比方说方舟子 对我有一些纯帅的批评 当然我觉得我时刻牢记上比较的话 要听取每一个人的批评 但是要保留自己的主见 那么我会听取这样的批评 有些批评可能不公正 但是即便不公正 可能这也是言论自由 我特别的说也会发一点牢骚 后来方舟子就攻击韩寒 我就间接的侧面的 说一点对韩寒 似乎为韩寒辩护的话 也有时候会引起方粉的 激烈的攻击 那么个人的 说的话做一个把学的一个学者 还是忍不住会关注这个社会 我自己常常觉得 应该追求那样的一种境界 我说我希望我有一个安静的书房 但是这个书房有一张窗子 有一扇窗子面向社会 但是窗子上有钞脸 我会经常拉开窗脸 看看外边发生了什么 然后呢 看久了以后呢 我就觉得比较累了 我就会把窗脸关上 然后回来读一本老书 或者思考一点 以真诚次的问题 我觉得做一个学者 做一个法律学者 在这个时代 这是我们感受的一个特别美好的时代 那就说这个国家要走向法治 走向法治的过程中间 有太多的问题 是我们感到很困惑 有太多的问题是我们 必须努力的去想法设法的 去从华学的角度 给社会公众有一种分析 有一个交代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也有责任来去 对于某些官方的 庙堂之上的大人先生们 我们有责任来告诉他们 他们走的路是错的 比方说重庆的之路 在我们离西安不远的 这所中国的直辖市 在过去的三年到四年的时间里边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这件事情包括唱红歌 唱红歌 然后红歌当然大家都会都唱 比方说去年因为是党的 90周年的庆典 所以许多的地方 都会主持唱一些红色的歌曲 过90年不容易 对一个人来说很老 你想象再过10年 他就百年之后了 他有六百年当然也很难说 毛主席曾经说过的话 毛主席说 肯定是有一个手机没关 毛主席曾经说 共产党灭亡的越早越好 这毛主席说的话 你不要奇怪 好像一杯凳的那个很奇怪的演示 共产党 你知道共产主义一实现了 共产党就灭亡 共产党就没有 没有政党 没有国家 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也希望 十年之内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但是这个红歌唱的这样一种方式 在重庆那种唱的有点过分了 真的有点变态了 不只唱红歌 还有发什么短信 唱读讲船 唱读讲船 唱红歌 讲黄色笑话 反正是都是那个 想国书记亲自发 那种什么什么段的 然后大家都转转转转转 这个所以哦 他们还有红段办 红色段的办公室 专门负责制作红色的段子 全是办理那些圈 那么 唱红歌 哪个各个地方都唱 强制性的唱 比方重庆大学的一位老师 他当时在新疆 在新疆大学 挂职副校长 我那个时候正在 新疆大学做支教 所以我们经常在一块吃饭 君治重庆来 英知三城市 我是关心重庆 因为西南政法是我的母校 所以我会特别的关注 重庆所发生的一切 哎呀 他跟我说 重庆大学 组织一次唱红歌 因为博书记也来听 所以这个红歌就 学校要支付150万块钱 以上去购置各种服装啊 更新音响设备啊 邀请专业人士进行组织排练啊 150万块钱 学校这么一次 就出这么多的钱 所以全系出了多少钱 更可怕的是 组织的人员很多了 比方说监狱里边的囚犯唱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当时唱的时空唱的是等你来 没听多么有这么一首红歌要等你来啊 这个这个还有什么 这个唱红歌是好的精神病的 唱红歌有一对夫妇结婚十年 乌云 玩不上 然后唱红歌唱唱到肚子冉冉升起 这个红歌奇效 哎呀 这个特别人不有趣吗 但是你们仔细提起一下红歌的内容 红歌的歌词 所谓的红歌 但我看来必须排除掉 要对红歌进行严格的界定 那就说红歌不包括那种 纯粹歌颂这个国家的歌 否则的话 国民政府的升级歌 讲我洋洋中华 什么什么五千年历史 那样的歌也叫红歌 你总不能叫国民政府的那个升级歌叫红歌吧 所以红歌一定是歌颂共产主义 歌颂共产党 歌颂革命领袖 对敌人仇恨 任何都叫红歌 所以我们发现这红歌其实界定下来 比方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过去89年 六四以后 北京人在幼儿园里边推行什么唱这些个革命歌曲 孩子就要唱革命歌曲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师兄的孩子当时在幼儿园里边 他就会唱一句 天天唱 没有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 我唱这一句 你把他爸吓得你不能再唱下去了 我跟党被你一唱哪个都 那么歌颂党的歌 歌颂领袖 中方红 中方红 这个大海行情靠多手 我这代人都是小时候唱的红歌长大 所以我特别知道红歌里边包含着的意识形态 包含着的价值观 包含着那种 比方说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同志要像春风春天一般温暖 这是雷锋精神的那个体现 包括结果雷锋的枪 雷锋是我们的好榜样 所有这些歌都特别巧 当然还有那种是后来产生了我们歌 比方说1989年以后 不是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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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之后 有一首特别有名的歌叫 打妈打妈亲爱的妈妈 你用甜美的乳汁把我养大 我说这是黄色歌曲 什么时候长出乳房了 还用乳汁养大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不对 让我小鹿灰灰 而且完全颠倒了党和人民的关系 党是人民的儿子 党是低辈晚辈的 人民是长辈的 跟邓小平都说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邓小平作为党的领导人说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那党不是我们的儿子吗 你怎么都说党就变成妈妈了 我们吃你的奶 特别的乱 非常乱 非常乱伦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自己 去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 对红歌进行批评 就是红歌之意 原来想说歌之意 歌之意也是 门戈尔松的一首 也有叫 趁着歌声的翅膀 那首歌当然非常美 重庆这样的一种唱红歌的 整个的这种运动 政府出了很多很多的钱 来去让大家唱这些歌 那么这里边包含了 怎样的一种意识形态 它追求什么 它让国民受到怎样一种训练 比方说对敌人要狠 对人民要亲 这样一种东西 对领袖要热爱 对党要服从 不过是这些个意识形态 而这些意识形态 在我看来 现在已经是完全不符合 我们所追求的 普世价值 那样的一种尊重人权 尊重 尊重我们多些 尊重人权 尊重 人的尊严 我们的个人主义 我们讲说 人与人之间的爱 当年的歌曲里边 根本没有爱情 你们知道 我小时候 爱情匮乏 爱情教育啊 根本没有受过 我们没有读过 什么爱情小说 我小的时候 突然找到一本禁书 那个时候 所有那些个 从来的那些 文革之前出版的那些书 无论是西方的 还是中国传统的 全部都是禁书 都是风自修 不允许读 哎呀 好不容易看到一本书啊 红楼梦 哎呀 毛泽东那个时候说 红楼梦可以做 然后说红楼梦 老独那个那几月 跟色情有关 对不对啊 我们在音乐里边 我们当时在歌曲里边 我们当时在文学作品里边 流行文学作品里边 根本没有受过这种教育 所以我觉得 重庆这样的一种做法 可能是包含着某种 特殊的意愿 文革宝总理在 两会结束那次 记者召召会上说 要警惕文化大革命 在悲剧重演 我觉得这个说法 可能是有道理的 因为在某些人的心目中 文化大革命 仍然是一个 美好的一个记忆 这是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趣的事情 那么当然跟昌宏相匹配 就是打黑了 重庆这个颜色很丰富 那么打黑 一次一次的打黑浪潮 从2008年 中后期秋天开始 就掀起了一场一场的 打黑的浪潮 那么打黑过程中间 我们发现 有些非常重要的 标志性的一种做法 比方说空间法 三级关子相互制约的关系 荡然无存 比方说专案组 全市成立了数以百计的 三百多个专案组 对于特定的案件 进行专案式的一个 一个调查 或者审查 然后再进行起诉 然后大三长会议 大三长会议是说 法院长 简单 公安局局长 提前就特定的案件 如何处理 开会 做出决定以后 再进行审判 你们知道 这完全是 根本不顾忌 任何司法程序中间 你一个案件 怎么可以 审判 审理之前 已经判决了 然后再进行审判 一切都是走过场 因为特别明显的 特别令人的 不安的一种状态 就是从兴这样的 打黑过程 显然他们对于 律师这种职业的存在 表现了非常强烈的敌对态度 那就是要处罚律师 西南中法大学的 刑法学教授 赵长青先生 他在前年的时候 已经75岁 今年应该是77岁 他是当年我的刑法老师 最终欢迎的刑法老师 因为他在刑法课 讲刑法分择 我们全是讲得真好 我们那个时候 在重庆生活 然后到食堂吃饭 中间有那个 打着一个瓷 瓷的那个 像杯子 又不想杯瓷钢的 然后里面有个勺 然后一般的老师讲课 讲得不好 然后还没到下课时间 就开始敲碗 然后老师就讲不下去 就说下课吧 然后我们就 好了食堂吃饭 但是赵老师 从来没有享受过 敲碗的待遇 那大家都心里觉得 哎呀 时间过得太快了 怎么就下课了 就特别喜欢赵老师的课 那么就赵老师自学严谨 同时呢 对一个刑法分择 辞罪比罪之间的界限 那种解说之清晰 那真的是让人特别的印象深刻 那么赵老师代理了 重庆的一起打黑的 所谓的一个企业家 叫李强的黑社会的案件 李强被指控制 组织黑社会 李强是一个出租车的司机 出租车的公司的老板 他的父亲是西南政法大师 食堂的做菜的大师傅 当然已经退休了 然后李强就被重庆市 因为重庆发生过 出租车罢孕事件 在这场罢孕事件中间 因为重庆的那个加油啊 加气啊 特别的 加气站 加油站特别少 所以那出租车时间就是生命 然后每次加油 就会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排队 才能加上油 所以司机就很不满 希望政府早点 多设一点加油站 但政府老解决不了 于是重庆市的出租车 就开始了罢孕 这场罢孕搞得规模很大 正是国际来 刚去重庆不久 然后 薄熙来以为能够把这个事情贫富 但是发现事情很复杂 因为个别出租公司的老板 在背后支持工人罢孕 工人罢孕 这种老板中间就有 这位李强先生 然后果然 李强先生到打黑开始的时候 第一个被抓起来的企业家 就是这个李强 李强被指控组织黑社会 赵长青先生说 我代理这个案件 但是我不敢说一定要做无罪辩护 我可能只能做轻罪辩护 但是他后来看了到 到有关机构看了一下所有的卷宗之后 他跟李强的爸爸说 你的儿子不仅不构成黑社会 他毫无罪行可言 他不构成犯罪 赵长青先生就在法庭上 严格的依照无罪的逻辑 去进行辩护 一桩桩政治 一条条法律条文 一一一见见的这种法律的推理 最后的结果 你知道 在法庭上 法官检察官面面相须 在法庭上现场 假装是穿着平民衣服的人 那时政法委的领导们 在现场在那儿 旁听案件 结果互相使了个眼色 然后回来就商量说 看起来律师已经成为 我们打黑的一个最可怕的敌人 但是赵长青先生 你不能拿他下手 他已经七十五岁 他在全国新法学界 享有良好的声誉 你如果把这样一个人给拿下 那可能有麻烦 但是正好 那个时候北京好多的律师 轰降重庆 因为重庆的那些个涉黑案件 重庆的律师不敢带 不敢带 有官部门警告 任何代理都必须得到批准 于是这个给外地的律师 尤其是北京的律师 带来可乘值机 大家都觉得这是生意的机会来了 飞机啊 你就看着一光天 一看 实际上往下掉 然后这些哥 这些哥就说 从北京的律师中间拿下一个 于是李庄先生就被拿下了 李庄先生案件的处理 李庄先生现在正在西安 刚才我来的时候还给我打个电话 说晚上你在哪儿啊 想跟我聊天 我说我到西北中房去 客串一下啊 然后我都不希望他也过来 那能给他那些特别意外 特别惊喜啊 那么结果李庄就被当做 这个黑律师 因为他代理的那个客户 也是涉嫌黑社会的龚刚摩先生 龚刚摩先生揭发李庄 说李庄在会见他的时候 向他眨了眨眼睛 于是他就觉得李庄肯定是说 暗示他翻供 于是他就翻供 他所有 他这个法庭上都没翻供 因为案件还没审理 他只是说 他叫我翻供 你们知道这个案件的 这个非常非常有趣的 你们看看刑法条文 这是必须要构成 最后的结果证明 法庭上当了 这才能够叫 说说说说说翻供 当成指使 那可能还够不成这样的一种罪 但是况且这是叫 砸眼睛 砸眼睛 然后李庄就被抓获归案 抓获归案当时 重庆市的公安局的官方网站上 出现了 李庄被在重庆 嫖娼被抓获归案的 那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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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一个图片 李庄腰间围了一个浴巾 光着上身 然后被压到警车 大家发现压他的警察都穿着短袖衣服 而李庄被在重庆 被在被抓获归案的时候 第一次到重庆 已经是十月中旬了 那个时候没有人穿短袖衣服了 那就说明这种 PS出来的照片 这是重庆的公安局搞的这些名堂 你们黄立军同学啊 这个人就是喜欢搞这些个鼓堂 他是一个窃听狂 第一季 第一次审判 审判的那个法庭是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这都是兄弟在1981年 实习的时候的法院 我觉得那个法院实习 哎呀所以这个法院变得 哎呦变成这个样子 整个的案件审理过程 你们知道 对抗极其激烈 李庄非常的激烈的 根本不承认任何东西 李庄一上来说 我要求 可以听全体成员回避 哎呀整体回避 然后法官说 拒绝 这个这个回避要求不合理 拒绝 然后李庄说 你上个厕所回来 你告诉我拒绝 也表示你去请示了一下院长 因为这个法律条文告诉说 这个回避的 这个需要请示法院院长的 然后法官给搞得很痛苦的感觉 因为这个城市长 这个李庄这个人 对法律条文之熟悉啊 简直到了一种 令人吃惊的程度 然后两位律师 陈有希律师 斯伟江律师 不是斯伟江律师 是后来第二季 第一季是陈有希 高子晨 高子晨 好哦 这两个人在法庭上 这是寸步不让 加上一个李庄 真的是 最后 检察官已经是有点 有点 招架不住 招架不住 那个检察官是一个女检察官 然后他们也要求和证人出庭作证 那个主持庭审的法官叫 傅林健 傅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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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本科是陕西师大的毕业生 然后我编研究生是在西南政法 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 论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副法官在这个时候 也顾不得他毕业论文的题目了 告诉说 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 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 你们查一下法律条文哪一条说 证人出庭取决于他愿意不愿意出庭作证 那么整个的法庭简直可以说是 从早晨九点钟 一直开到凌晨一点多钟 这个案件最后宣判的结果是 判决李庄有罪 判决两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后来李庄上诉 再后来二审 二审的情况里面也都知道 是李庄突然出了 不意外的在法庭上认罪 认罪 而且认罪的过程非常的怪异 他认罪的说 说很慢的说 一记录速度 说自己的认罪书 然后每次书记员记下来以后 他会去看一下说 哎 第一个字不是这个字 书记员当时应该觉察出 这个东西很怪 你怎么会这么那么 他一定要要求第一个字 和最后一个字要对的 要要要要不犯错 结果最后你们知道 这是一个藏字 藏头 藏头失事的一个认罪书 就是假装认罪 出去再说 出去申诉 出去坚决申诉 大概是头尾 头尾 头的这个字连起来 是一句话 尾巴的那句话 再连起来是一句话 简直他可以说 把重庆的法院给搞的 这是细耍 细耍重庆的法院 那么 最后他被宣布 因为他承认自己有罪 考虑到这个情节 所以减去一年的有期徒刑 变成了一年的六个月 宣布他一年的六个月 这个时候 他突然一把话筒 抓到手里面立装 说我的认罪是假的 你们骗人 你们说话不算数 因为官方给他承诺的是说 你只要认罪 就叫你缓刑 你就回家过年 当时春节要到 然后你们假的 然后审判党也无动于衷 然后任凭了那个法 刑说你们是假的 你们是假的 就被拖出去了 这个 我后来写了一封公开信里面 指责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 马关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 对方说 我认罪是假的 那么就不能根据他的认罪 来检查的刑了 如果确认他是假的 那么就应该恢复到 一审的两年六个月 有些同行 因为他明确的说 他认罪是假的 如果说背后存在的交易 那么你就应该 揭示背后的交易 对于这样的一种 谁在这儿做这样的一种交易 进行一种调查 最后做出了一种 惩罚 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办法 抵挡住重庆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于是李庄就在监狱里边 开始了自己的一年六个月 有期徒刑 徒刑 然后到快徒刑结束的时候 第二年 也就是2011年 去年的二月份的时候 他应该在六月十一号出狱 到了二月份的时候 突然重庆又传出消息来说 李庄还有漏罪 还有漏罪 现在要被他的漏罪进行 进行审理 于是李庄又被带到法庭上 当然带到法庭之前 我在2011年的四月十二号 当然自己已经忍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那这个时候 实在是忍无可忍 于是我就写了一封 长四千字左右的公开信 对重庆的这样的一种打黑 进行了非常系统的 激烈的抨击 这份公开信的想献发的报纸 好像没有报纸敢发表 于是我就找 反正现在这个是一个自媒体实在 兄弟的网绘 为一个博客 好像还是有一些个 反正读者量 点击量还不少 现在是一千多万的点击量 然后发表片文章有说点击 这样我这份公开信的点击量 现在已经穿过了 二十万 二十万人次的点击量 我就发在那上 发完了以后 托个著名说 这个 这个 本文作者放弃版权 欢迎各种媒体转载 尤其欢迎重庆的媒体转载 不是真的同意 结果 所有的那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网站啊 许多网站 都把这个东西转载 那么就到第三天上海 的一份报纸 把那全们发表出来 那么算是去年 就我有个科研成果 那么 这个事情非常后来的发展 非常有意思 我发表完公开信以后呢 然后北京市的 北京地区的一些个 学者和律师 当然陈有希律师 第一季的代理律师 那么组织了一个 李庄翰的 律师顾问团 那么这个顾问团 有十个人组成 前面两位大老 江平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 中生教授 前校长江平先生 是第一人 第二人是中国的 最资深的大律师 张思枝先生 张先生新年85 84岁 这个审判林彪四人帮的时候 反革命集团的时候 他就是辩护律师 然后 在接下来是兄弟 我本人 在 在 在 还有和平先生 等等的 然后这十个人 公开亮相 说我们要作为这个 变回 顾问团 有人还想 我们会到重庆 其实当时 我早就也不敢到重庆 我怕我也被瓢仓 给抓起来 然后 各种各样的媒体都介入到了 您知道今天这个时代 重庆所作所为 就没有办法去说 我要要求别的地方 也不允许批评 因为网络时代 你禁止不了这种批评 所以各种各样的批评 可以说是 如潮 如潮 如勇的 这个 这个潮有关的卷 卷来 重庆陷入到了一个 非常 可以说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 尽管 薄熙来同志 还在说 我们的程序 没有任何问题 少数人 总有一些人 对我们说三道四 如何如何 然后还有说 我们重庆要出事 要出什么事 有些人是要喝酒的 结果今年二月份之后 我老会这个重庆喝酒 因为 叫王护市长 这个这个这个副市长 结果变成王护市长 为了回避敏感词过滤 王滤军到了美国领事馆以后 那这个这个 哎呀 我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恨 那个时候我在日本 在日本待四十天 结果我 我怎么这么判断失误 我怎么这个时候在日本 然后 在日本也有不少 日本的学者 也很关注这个问题 也跟我喝酒 和日本清酒 那么 重庆这个 我们可以说 今天回过头来看 也许 是一个插曲 是一个 中国 现代化进程 改革开放进程 中的一个 某种地区的个别地方的一个插曲 但是温家宝总理的那个忧虑 并不是其人忧天 并不是获胜其辞 那就是说 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 在这个国家 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其实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开始 真正的说 让大家放开来 我要问大家在座的各位 你们各位同学们 大家对重庆有多少真正的一种了解 对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少奇反革命集团 判读内奸公贼 到底是怎么 那个过程是怎样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刘少奇答的 林彪是谁 林彪为什么会 五七一工程基要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为什么会整那么多的人 文化大革命到底烧了多少书 砸烂了多少文物 你们现在到孔庙去看 孔庙那些都被砸得七零八落的 最后就要再拼接起来 但是有许多还会有漏洞 孔子的坟被挖了 我就觉得我的同事孔庆东教授 很奇怪 他标榜自己是孔子第73代直信孙 但是他特别天天歌颂 那个挖着祖坟的那个领导人 这是特别奇怪 包括他的 有一代 大概是孔 孔令 孔德 德子辈的有一个人 1940年代去世的藏在孔林里边 孔子家的那个孔家的坟墓 坟墓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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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 结果还把那个尸体给挖出来 当时还没有腐烂环 然后把那个尸体给烧 烧了 烧了 烧了是个骨架子 然后架子孔家这个后代的骨架子 红卫兵游行 打了红老二 打了孔子 所以这样的一种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真的是没有反思 国家大革命为什么是中国人的一个最可怕的梦魇 最可怕的一种记忆 我们没有多少 今天大学里边有多少人去说 真正的给大家 解释这段一段历史 所以 我想 这是我们 说周期性的在某些地区 总是会出现一些人 然后有一些知识分子 会歌颂 包括文化大革命 也不是完全错误 你们看 温有之将这些网站 完全是整天在为文化大革命唱战歌 这相当于在德国为纳粹唱战歌 在德国的法律是绝对不容许的 但是 他们完全可以自高气昂的 天天在这儿歌颂 所以我想 这个事件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教训是说 我们对历史 不能够去进行这样的一种 有历史的去遮蔽 我们没有办法去 说遮蔽了历史 它能够保证不重演历史 有时候 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是说 不喜欢老什么痛苦的事情 老记住 你们可以发现中国古典的戏剧 戏剧里边最后都有大团圆的结尾 一定要不要叫悲剧到最后还在那儿悲 这是中国人不喜欢的 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天天是悲剧 希腊人的发展的悲剧的传统 一直到三十米一样 你知道 有许多的戏剧 叫人看完了以后 心里边真的是为主 人工而哀伤 但是中国人不行 因为西方人 他那个生活中间 喜剧的事情很多 所以他希望在舞台上 有点悲剧 那么 喝口水 从前有一个中国的古代的书 《华阳国志》里边说 这个有一个人得了健忘症 哎呀 什么事 过门就忘了 对利益获取的所有的事情都记不住 然后哎呀 太太特别着急 为她治病 哎呀 为她严医求养 哎呀 从山东 请了一个 这个医生 高明的医生 这位医生来 给她治好了 她一治好了以后啊 突然拿起棍子来 把她老婆给 打 打 打好了 说 我修了你 然后把医生也给赶跑了 然后周围的邻居都觉得 你真是很奇怪 你太太给你治好了病 你怎么会这个样子 那么 哦 谢谢 她说 从前我得病的时候 我有病的时候 我根本不会记住任何对我不好的事情 我整天过得很快乐 现在令我治好了所有的痛苦的事情 我一下子就回了 一下子就记住了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但是 民族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记不住我以前痛苦的事情 你就会不断地重演 以前痛苦的悲剧 所以我们应该记住历史 那么 去年还有其他的事情 我介入了一些事情 比方说去年发生了动车事故 2011年7月23号 7月23号 突然传出了动车事故 哎呀 动车会发生事故 这个真是让人想不到 我们的铁道专家 北京交通大学的 著名的工程院院士 王欧树先生 在电视上 不久之前在电视上信誓旦旦地说 我们中国的高速铁路 设计之精良 吸纳了全球的最好的智慧 我们绝对可以在动力系统 在信号系统 在所有的系统 都是全世界最优良的 可以保障 有15个环节 可以保障 前不可撞车 后不能追 大家可以放心地做 话音未落 出现了温州的 这样的一个动车事故 哎呀 这个事故出了以后 对中国人的人心的震撼 是强烈 达到了什么程度 那个时候正好 赖昌星被从加拿大 印度回了 赖昌星回了 赖昌星回了是有前提的 中国政府许诺 不判他死刑 据说回了以后 温总理单独给他见了见面 说是 准备叫你这么多年了 十多年了 你没有回过老家 准备叫回福州看一下 动车的车票 都给你买好了 赖昌星说 总理啊 不是说不判死刑吧 那么 接下来总理 非常充满深情的到了现场 到了现场 哀悼死难者 并且在现场 他非常明确的说 这个事情必须进行严格的调查 独立的调查 大家可以放心 我们这个调查组一定是独立的 程序是透明的公开的公正的 一定要给人民一个符合历史的和满意 就是说对历史负责的和满意的回答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总理讲话以后 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调查组成员名单 铁道部的副部长是调查组的副组长 然后王树院是这个 在电视上整天在为铁道 其实他是一个研究隧道的 他专门研究隧道问题 所以他不懂这个动力系统 信号系统 但是他天天说这个没问题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领域必须要严格的安装 专业要不要说话 结果他也是这个调查组的 专家组的副组长 调查组下面有专家组 有领导组 我就发了一条微博 我说总理啊 你说调查组是独立的 但是铁道部的副部长 是调查组副组长 他连铁道部都独立不了 他独立于谁啊 我说温总理 你用的词典是什么版本的词典 你的词典是不是不对 你的关于独立的界定 是不是跟我们理解的独立都不一样 那这条微博发了十个小时以后 微博被删掉 被删掉 他是不大容许直接对总理提出批评 那么在那前后 我们开始呼吁说 我们必须要启动 人民代表大会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调查 我们不能够相信铁道部 铁道部是赵士生 我们不能相信国务院 国务院是赵士生 他爸 有许多的蹊跷的事情非常奇怪 比方说 为什么会那么迅速的停止了现场的救援 停止之后 然后在拆火车部件的时候 有一个小孩被发现 他还活的 铁道部的发言人说 我不能不承认这是个奇迹 那么 还有生命迹象 为什么会遭急急慌慌的停止救援 然后接下来恢复通车 谁下令恢复通车 而且他们把那个撞的那个火车头 给埋到现场的一个坑里边 据解释说 为什么埋到坑里边去 是因为那个坑影响了现场的救援 所以把火车头填到里边 就可以不影响救援了 至于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这是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需要进行一种 要进行一种客观的公众的调查 朋友们 在全世界各国的议会 行使权力中间 有一个制度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独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制度 有时候可以叫special commission 也就是说临时成立的一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由议会来成立 然后对特定的事项进行调查 那么调查的过程必须是公开的 透明的 经常是用一种司法模式来进行 这样一种调查 其实喝不了很多 因为喝水别上厕所 喝水别上厕所直接 有悖论 那么 英国 当年曾经有了国防部的武器专家 叫凯利 不明不白的自杀身亡 然后英国议会马上成立了一个 以法官著名法官赫顿为主席的特别调查委员会 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 你们调查的过程知道 电视直播 布莱尔首相 当年的英国首相布莱尔亲自被传唤到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宣誓之后作证 问题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这样一个核对委员会发布 几乎漫长的调查 最后做出了一个报告 关于为什么 为什么这位著名的武器专家会自杀的这样的一个报告 报告发布了以后 民间也有一些批评说 这个好像对政府有点袒护 但是不管怎么说 根据所有的证据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最后的结果使得这个事情被解决 我们的这把农间也有这样的一个条款 七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国宪法第七十一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可以根据情况需要 设立特别调查委员会 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查 各个机关和人员 相关人员 有义务向该委员会提交相关材料 委员会做出的决策具有法律交 这次我们国家也有这个规定 但是这个规定看起来只是放在那儿 但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试用 真正的启动 这个条款从1954年的宪法就有这个条款 1954年的宪法 1954年宪法到了1975年被废止 这个期间没有任何特别委员会启动过 然后1978年1982年宪法又规定了到2002年 1982年到2002年已经有40年的时间了 是40年我数学不好 1982年到2012年 2012年 30年 30年的时间 又是一个通过 也就是说放个多世纪的历史中间 我们的宪法中间这个条文 完全是一个睡美人条款 看上去很美 一直在睡觉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王子深情地把他闻醒 一直灾难性地打个事故 有许多的事项 其实要通过这样的委员会才能进行调查 因为行政机关进行的调查得不到人们的信赖 它的公正程度 独立程度不够 我说 温总理啊 希望你利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 提出这样的一案 国务院按照我们国家的宪法规定 国务院是有这个权利 来去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这样的议案 然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这样的委员会 进行调查 铁兰部部长也被传唤过来 进行执政 然后对方 把他脖子哑口无言 他也没话可说 然后王文树被执政 哎呀 这个场面多好 如果委员会组成为了更客观 我们可以借鉴足球比赛的 比方说请外旗裁判 我们也要请日本的铁道专家 德国的铁道专家 组成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最后做出一个角色 而且这个角色整个的过程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启动这样的程序 但是 哎呀 直到最后的结果 证明我们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不仅没有成立委员会 而且既有的调查 那个调查组 进行的调查的过程没有一天 给我们公开过 没有过告诉我们说 这个调查到底有没有别论 不同的意见有没有 到底是信号系统啊什么的 那最后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暗箱操作的过程 这样的一种政府制度 是不是问题很严重 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干什么 变成了全国人民代表大税 他们天天在睡觉 哎呀 我们的人大制度看起来就要进行真正的改革 我们这样的一种人民代表大会 半个多世纪以来 一直就是一种 相比独当 没有办法行使真正的权利 我想我们要进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改革 需要从多方面角度去怒手 比方说 人大制代表必须要 全国人民来选出来 不是全国人民都选这批人 而是说 我自己的建议 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由 三千人的规模 两千九百多人的规模 减少到六百多人的 六百人的规模 六百人的规模 使得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 可以所有的人在一块进行辩论 你们知道 人太多 三千人 没有办法进行辩论 因为三千人只有在一起的话 就听报告 听大会做报告 你哪能可能说 容许一个人站起来说 我要提一个什么议案 我不同意你的什么观点 这是不大可能的 三千人 而且我们为了减少人民代表大会 互相代表和互相沟通的机会 你知道我们作为作息 代表团是按照行动计划来划 陕西省 是陕西代表团 安徽什么的 安徽代表团 最奇怪的是作息 你看 作法 这是黑龙江代表团 这条 它是一条线 然后河北代表团 这条线 四川代表团 这条线 陕西省代表团 这条线 我老觉得这个做法 到底是什么意思 后来知道了 你知道左右一看 全都不认识 没办法互相交流 用这个东西 这个世界上太深了 太深了 这个短分言语浅 不解人意深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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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太 真的是想的 走到 我觉得我们减少了六百人 然后我 全国人民选 每一个地级式规模 这样的一个 人口规模 就是按照地级式单位吧 比方说 咸阳市 选一名代表 西安市 选一名代表 然后 不同政党进行竞争 大家竞争 谁能够争取 当选 我争取当选 咸阳市人大代表 我无党派 咸阳市人民觉得 我说的好 我竞争的好 然后就选了 然后全国有 二百八十几个 这样的地级单位 那 二百八十几个代表 每个代表 代表 调特定的地区 与此同时 我们需要跨地区的 或者说 不代表地区的代表 这种代表 我没说什么反复的话 这样的代表 是需要 比方说 行业性的代表 两行业不包括 比方说专业性的代表 比方说成功风果老师 他不代表任何行业 他只是说 我要参选代表 然后他就参选代表 好 比选 那也可以 那么这样的话 组成了一个 复杂的一个六百人 这是六百人 那么作息怎么排 我觉得还可能 只能按照政党来排 执政党 我在日本的国会 德国的国会 发现他们都是这样 执政党的议员 坐在最右边这一项 一个方阵 然后 第二大党 坐在这边 紧张执政党 然后第三大党 还在这边 日本到国会 这边上的也是共产党 有十几个人 共产党人数最少 对 但是还是达到了 可以拥有 议员的席位的 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么这样的话 政党之间可以互相协调 然后大家辩论 人民代表大会 应该有一种 专业主义 那就是说 人当的代表 不应该是 兼职的 他必须是专职的 因为从各国的 议会的情况来看 议会的开会 通常 国会开会的时间 都会是 一年之中 有半年以上的时间 是在开会 所以必须要 他们以开会为职业 国会就是说 伸出的国会议员 生出来就是为开会出生的 那么一批人 叫国会议员 他们是 那你不能说 一个省委书记说 我一当国会议员 那不行 国会议员必须是专职的 那么专门开会 天天开会 除了节假日以外 都在开会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就有 有特别排除掉了 所有的 有官职 兼职的人 他们可能成为 议员的 这样的可能性 那么 议会开会过程中间 他们要进行 对议案的审查 对财政 财政方案的审查 对各种各样 方圆的 任命过程的一种审查 对立法的审查 这过程非常非常地复杂 所以我想 我们下一步 我们人民带有大批改革 是不是要从这些个思路去出发 前段时间 我发了系列的微博 我就 就是为了 为 就叫 政改建言录 我说 温总理 天天说 政治体制改革 哎呀 这个 这个非常深情的时候 温总理讲话 那个表情 真的是特别让人同情 他讲话 真的是 当然我自己不喜欢 他是讲话太慢 有效时间 能够表达的信息太少 哇 我踢得着急 对 踢得着急 但是 他讲话真的是 这个 这个情感 动之 动之于心的那种情感 满脸都是那种情感 我觉得也是有时候特别感动 我觉得他也有个好处 他跟薄熙来不一样 薄熙来每次讲话都没引过毛主席语录 而且引的时候还会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而且他老人家 毛主席他老人家 曾经告诉我们 都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 温家宝当总理 将近十点时间 你把他所有的各个地方讲话 查一查 没有引过一次 没有提到过一次毛泽东 他也从来没有到过韶山去 潮外 这个是 这个是他的原证 啊 那么 但是他 政治体制改革不断的说 不断的说 最后的结果就说 他老说政治体制改革 就说汪洋 在广东 老说 我们要思想解放 我们要解放思想 那怎么解放思想 就出来不说 解放时候 不说 比方说 我解放思想 能不能否定社会主义 这个算不算 解放思想 有没有禁区 哎 他不说了 不说 文家宝总理大致上 也有点这个问题 就老说 我们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改革的成果 就会得而不失 那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是什么 干什么 温东理不说 温东理不说 哎呀 天机不可泄露 好像是 就是说 哎 我就觉得 温总理内心里面 到底政治体制改革 他到底怎么想的 改什么 比方政党制度 是不是要改 政党制度怎么改吧 比方多党制 行不行 结果他不说 他从来不说 他真的还说 要在党的领导下 如何如何 那么 司法独立 他大概也没怎么说 新闻真的自由了 能不能新闻自由 他也不大说 军队的政治地位问题 军队跟党之间的关系 他也不说 哦 谢谢 其实 没关系 其实 我拿你一下 土地能不能私有化 他也不说 你看政治体制中间 最关键的这些内容 他都不说 他只是说 我们必须搞政治体制改革 我就觉得着急 我就提了 一个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第一条 我就提出来 我们能不能 政党登记 政党登记 就是党要注册登记 我们党应该变成法人 我们应该是社团法人 我们党的目标就是职责 而且要登记注册 法定代表人是党的总书记 顾锦涛同志 就是我们的法定代表人 然后我们要有账号 中国共产党要有账户 要有我们的党库 党库和国库 不能混在一块 你不能说 党的专制干部拿工资 还是国库里边拿 党校的教师的工资 全部都应该由党费来支撑 而不能又有国家财政来拿 因为这个东西是 我们纳税人交的钱 是交给一个世俗的国家 而不是交给一个神圣的党的 党太神圣了 不能多拿我们这种赃钱 然后我就关于政党问题写了一个系列 然后关于人大问题我也写了一个系列 但是后来北大党委招网 说是你不能再写下去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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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关于政党那个系列 人大那个系列 有关部门看了一下 总体的结论是 你就是否定党的领导 哇 他们又说我反党反射都可以了 那么后来我就缓一缓 缓了一段时间 我后来再写 有时候人做这样的事情 不能跟实质老做 有时候他一说你 你就说 啊 星星我放花学院一段时间 然后谈一谈话 谈一谈音乐啊 谈一谈什么东西 然后过一段时间 又又冒出几句来 最近又在想冒一点 冒一点 那么 所以我觉得下一步 这么起着改革 是不是真的 我们代表大会制度 应该得到真正的一种改造 比方说申纪兰那样的代表 还有 尼平大姐 尼平阿姨 他是正经来的 尼平大姐 那也没有能够到那么大 尼平 然而他说 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弃权票 别人问为什么是这样的 他说 你看我们党多英明 党提出了议案 我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提出 比党还高明的 这个议案 我说那你下来好不好 那么 那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需要改改 我觉得下一步 我们的改革的追求 改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要推动一个真正的 人民代表大会的议会化 议会化 让它变成一个议会 我特别感受 特别深的是 有一次到加拿大去访问 加拿大方面 安排了两个大的节目 一个是跟加拿大的最高法院座谈 当时我们几个法学界的一位学者 跟加拿大法院座谈的 谈得特别深入 他们的是把改革面临的什么问题 我们的司法改革面临的什么问题 大家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律师参与呀什么东西 都可以谈得很深入 但是后来第二个节目是呢 加拿大国会里边去访问 加拿大国会安排了国会议员 还有他们的程序方面的一个官员 叫程序官 专门跟我们座谈 程序官跟我们谈论 他们政党怎么管理 他们的议员怎么行使权利 辩论的程序是怎样的 议案怎么去进行审查 谈完了以后 那个人说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问题 因为什么 这东西跟我们隔得太远了 我们这国家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这根本我们没有这种民主政治 我们有竞选吗 我们没有竞选 我们议会里边有辩论吗 没有辩论 我们有政党之间的竞争吗 没有竞争 甚至像我这样的人 每年北京市海淀区 人大代表开头有一位儿说 选民可以自由提名 兄弟每次都会被提名 然后北大选区都是前几名 然后后来有一个说 选区办公室有一个酝酿程序 每次都被酝酿掉 今天选举又打电话 我在外地打电话告诉我说 贺老师今年你被提名了 我们准备跟你作为政治候选人 晚上报 当然学校选举办公室 怎么协调我不知道 我说报告报告 反正是没希望 你放心 果然又没希望 这完全是这种虚假的 这种叫民主 而且我又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民主 从最基层开始搞是错误 城市错误 比方说从村里面选村长开始 有一次文章里也曾经说过 我们这国家教育水平比较低 尤其是努民教育水平比较低 所以民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觉得那你为什么 不从教育水平高的那个人开始搞起 表全国人大 总理谁来当 委员长谁来当 竞选 叫全国人大代表 总是教育水平 升级蓝的那样的人 总是他很少 绝大多数人都是大学毕业生 那你能不能在全国人大高 竞选 党的代表大会能不能先搞民主 党内民主许多人提出来了 也不至于现在说 当中的这些常委充满了阴谋 谁想上 谁不能上 哎呀 重庆折腾那么厉害 不就是想上吗 所以你要有公开的竞选 你就竞争 你就选举 也不至于把重庆老百姓 折腾了好几年 我觉得 那你能不能从最高层开始搞起 你不是你了解国外的情况 你文化水平很高 你政治觉悟很高 你先带着头 你怎么叫奴民开始搞 建国六十多年了 到现在选举才到村长这一级 一直就是 你说什么时候能够到国家主席啊 那不是猴年马月等黄和清啊 你村长这一级在搞超低空飞行 一直就是 所以我 而且比方说 能不能在大学里边搞真民主 你如果说大学里边也不搞民主 我觉得那你是不是真的搞民主 就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 大学里边教授们 大文化水平最高 你不能说教授的文化水平还低 那大学的校长谁来干 能不能叫我们教授来选举 如果说这也不行的话 那就是假 假的 那你就是在忽悠我们 天天说我们是最高的民主 资产阶级民主是衰尾的民主 谁信呢 那么去年呢 还有一些事很有意思 比方说耀家欣啊 耀家欣啊 也是很关注 我很关注 就是耀家欣刚杀人那天我就知道 当然就不是因为 我跟他有什么亲戚关系 因为那天正好说 我坐在出租车上 北京出租车司机开了那个新闻广播 好像当天这个事 其实就广播了 但后来很长时间 这个事就其实是在头一年发生的事情 00年 10年发生的事情 11年案件审判 我就觉得我也很关注这个审判 这个审判过程中间 有一些许多的事情 让我觉得非常的有值得我们好好地思考 这样说 西安市中间人民法院程序上的一些很怪异的事情 那些审理案件的时候 居然 怎么会办 西安地区的有些大学生 可以搞到法庭那去呢 你搞到法庭那去去搞到法庭吧 他给大家每个人发了一个问卷 让大家 填 你认为应该不应该判死刑地区执行 哎 我觉得这个很蹊跷 然后呢 电视台 电视上 欢迎召召新这个案件 好好好 分比 太滑了吧 我忍不住就想看一下什么 那么 当时 就是叫大家可以今天用纸书面的方式 那行 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用纸条 也可以 当然也可以 因为课堂比较小 大家也可以 这个 也可以 口头提问 也可以指导提问 那么 有一些人在 在电视上 会要加些说话 也非常奇怪 比如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美景教授 李美景教授 我自己过去跟他有一些对立 对立也是跟陕西的一个案件 邱清华 邱清华同学 这个到寺庙里边 他说十个项客给杀掉 杀完了以后 还把人家的肝给切出来 然后炒了炒 喂狗吃了 我觉得邱清华 总统计较表明 邱清华是有精神病的 他真的是有精神病的 而且他太太也说 他们家有精神病的历史 精神病史 而且他很怪嘛 记者 他一直被判了死刑了 立即执行了 记者问他说 你 你现在对于判死刑有什么感觉吗 他说 死到我都不怕 最可惜的是 我的书就没人买了 然后记者说 你在写书吗 他说 是啊 我的书快写完了 我 你在写什么书 他说 就是关于海峡两岸关系 怎么处理的书 他说 他是一个奴隶啊 怎么能操这个心 海峡关系怎么处理 当然我觉得 这也不是特别怪异 但是总觉得 他精神是有点问题 他会这个书 还想他写书的事 好 我们当时就 跟几个 大概有四个学者 一块联名 像在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写了一本 呼吁书 呼吁陕西省高院 给修兴华 做精神病鉴定 如果他 不是精神病 那么判死刑 立即执行 也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不是精神病 那么 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 他就无罪 但是 必须强制 精神病治疗 我们就做了这个呼吁 但是 结果当时的网络 对我们啊 真是攻击得很厉害 然后有一个人说 看 等的吧 等邱兴华 有一天啊 他失望了 然后后一帮教授 在家里边 闲坐无聊 有人敲门 然后说 什么人 然后开门一看 说 一个陌生人 站在门口 说 你是谁 他说 哎呀 贺教授 其实 你不认识我 但是你为我 做了很大的好事情 因为你呼吁 对我进行 精神病鉴定 然后贺教授 突然一嗓 哦 原来是邱先生吧 然后说 安快请进 请进 然后进来坐 然后主客两人 闲聊 然后聊来聊去 聊到最后 到了 第二十五饭的时间了 贺教授说 怎么样 到旁边我们饭馆 吃顿饭吧 后来 邱兴华 这个时候 胸向毕露 拿出一把刀来说 我从来不到饭馆 吃饭 我爱吃的是 别的东西 然后十五分钟以后 邱兴华心满意足的 抹了嘴皮子就出去了 就就帮我给杀了 这是有人虚构的一篇小说似的 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 邱兴华这么大的疑点 包括江苏的一位司法 这个精神病的专家 根据种种迹象表明 他就是有精神病 结果李梅锦先生 李梅锦女士 这个时候 其次鲜明的说 他没有精神病 他就应该被杀掉 结果他作为专家的意见 似乎起了很大分 邱兴华就被 急急忙忙就被杀了 就是趁着 最高法院 收回死经负责权的前夕 被杀掉了 陈先生 法院干的事 那么 这次他特别奇怪 他出来为 邱家新说 邱家新的 有问题 他这个杀人是属于激情杀人 激情杀人 我觉得当然也有这个激情杀人 不是预谋的好长时间就想杀这个人 而是激情杀人 而且他说 他杀连捅八刀也好连捅六刀也好 他这个东西是属于练钢铁练的毛病 因为一个人弹钢铁练 有的第一下就有第二下 所以他砍了第一刀以后就第二刀第三刀就 哎呀这个非议户就让人感觉很蹊跷 很怪 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所以当时 我觉得网上已经掀起了一场对邱家新非常不利的一个舆论环境 邱家新看起来是非死无疑了 于是 有一个网站 有一个第一视频 孔庆东教授 我们的 这个中文系的这位知名学者 哎呀这个人是特别的有趣的一个人 比方说我对重庆唱黑唱红 提出批评 他在第一视频上说 重庆唱红唱得好 博书记真正是代表了今天共产党人的伟大形象 我们的这个民众的精神需要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拯救 这个唱红歌激励了人心 住院会全国树立了榜样 体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 当然 有某些人其实是不大喜欢这种做法 比方说北京大学那个汉奸法学家 说我是汉奸法学家 哎呀他说了一些很粗鲁的话 我就觉得我不在这儿说 那么关于耀家欣啊 他也出来批评了 他说 那个女的主持人说 哎 这是耀家欣在法庭上讲话的那个神态啊 看上去像是一个小伙子 长得文文静静的 不像是一个杀人犯 洪老师说 怎么不像杀人犯了 杀人犯 杀人犯写在脸上啊 杀人犯 你能看得出来啊 杀人犯都长得像我这样的人吗 就这么说 然后接着马他就反过来 他说我告诉你 他那个样子就是个杀人犯 越长得这个样子的人 文静静的啊 白白静静 就是个杀人犯 我告诉你 就是一副杀人犯的面孔 他那个样子你看啊 而且他的名字就是个杀人犯的名字 耀家欣 欣字三个金吗 三把刀吗 三把刀 这种名字也是杀人犯 你说这个逻辑上有没有 然后说 女主持人说 他好像有自首情结 他说什么自首 什么自首 我告诉你 这种人 再自首也没有 我 你自首 你不自首 你跑 你跑到天涯海角 我告诉你 我猪脸九族 我们的全家都给杀了 满门操掌 哎呀 我就觉得 而且这个视频呢 下边 搜游游库转 这个这个这个 发布以后 结果又变成一种 下边的跟着铁呀 说 孔老师说得好 你干把门操杂 我说 我就非常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对这个事情进行批评 这一下子孔老师得罪了更厉害 那么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 这个案件当然最后 没有办法 陕西省法院扛不住 最高法院期来 其实我听说本来的意图是有一点 说有自首情节 尤其是父母带着孩子去自首这种案件 尽可能的不杀 能不杀就不杀 因为这叫鼓励父母带着孩子去自首 你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自首最后一定毫无效果 这个不是特别的好 最高法院是你有这个想法 我听到的 但是 当时已经没办法 因为陕西西安中院实力案件 为什么会发问卷啊 搞得大家真的说不清楚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最后最高法院说 你们自己惹的事 你们自己扛吧 于是最后就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但是 你知道要原先死以后 揭示出来的情况 包括财静 做的一期专题节目 我们可以看到 要家信并不是像 网络当时炒作的那样 官二代 富二代 君二代 都是造谣 都是造谣 但是那个时候 我相信要家的人 也是白头莫辩 没有办法讲到 所以现在网络时代 也给我们学法律的人 有一个特别大的警醒 就是说 你如何去避免 网络或者舆论审判 而不是法庭审判 网络舆论决定 所有的案件的结果 而不是法庭决定的结果 那如果让法庭独立于 独立于这样的一种 媒体 独立于民意 这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类似的 去年还包括 李昌奎案 云南省的那个案件 李昌奎案是杀了两个人命 两条人命 手段也有 极其才人 我觉得我当时我就觉得 一审判死刑 立即执行 招公司法院 中级法院 没有问题 没有 我个人你们知道 许多人知道 我上次在西北政法 做讲座的时候 主题就是 为什么应该废除死刑 我个人是一个主张 彻底废除死刑的人 但是我并不主张说 把这样的一个权利 并不废除死刑 交给个别法官 应该是全国统一的 所以我正认为 招公司法院判死刑 立即执行 没有问题 我认为 按照现行的法律 和司法实践 没有问题 云南省高院改判 理由有点勉强 我尽管主张 废除死刑 但是 我不主张 个别案件 就由个别法官 来进行判断 至少应该由 最高人民法院 统一的不合选死刑 才能够真正的 法律面前人平等 这是前三条 第四条 我说 云南省高级法院 在二审过程中间 看起来并没有明显的 任何可以挑的出来的 腐败 或者程序上的瑕疵 那么最后 我说 大家就宠了 这个案件 既然二审已经终审了 尽管还有死刑 最后的一个复合程序 最高法院 但是云南省高院的二审 毕竟是 一般案件二审中审制 案件的错误 有两种错误 刑事案件 一种错误 是对被告人不利的错误 一种错误 是对被告人有利的错误 我们知道 我们有错必究 做不到 我们只能做到 对于那种 对被告人不利的错误 进行纠正 比方说 被一个无辜的人 给判刑了 最后有证据证明 判错 必须马上纠正 那一个最轻的人 判最重的 必须纠正 但是 被一个最重的人 判轻了 这种错误不应该纠正 或者说 没有必要纠正 我们没有办法 做到实事求是 我们必须维持 司法判决的一种 确定性 稳定性 我们不允许 闹馅饼市的司法判决 这边 能叫了孩子多吃呢 这边喊得急了 然后翻过来了 然后原来那 剩的就是变成败了 败的人又在开始喊 又翻过来 然后就这么闹 没有一个判决是确定的 如果判决不确定 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权力不确定 我们永远会生活在一个 不安定的状态之中 法治社会创造的安定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靠 判决书的安定性来去确定 所以这就是 民事书中法讲的继判令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司法判决的终极性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呢 理故的大法官 杰克逊大法官说 我们最高法院所做的判决 之所以是 不可推翻的 绝对不可推翻的 并不是因为 我们的判决是正确的 恰恰相反 我们的判决之所以是正确的 是因为我们的判决不可推翻 他不可推翻的 你就认定他是正确 西塞罗说 绝对的正义 就是绝对的不正义 你人力没有办法 做到完美无缺的正义 那么你于是只好 把有限的心力 司法的财力 人力 物力 集中到我们应该 不应该纠正的那些错误 也许要往前走一走 我对新一代的领导人 抱紧 甚至乐观态度 那么 主要 为什么紧致乐观 是因为今天中国的社会 出现的问题之多 之复杂 已经没有办法再依赖 传统的那一套 治理模式去继续来去治理 你必须要推动民主 必须推动宪政 必须推动对国家权利的限制 必须推动 司法的主力 没有新闻自由 看起来 有许多的事情 没有办法得到揭露 我就说 有时候有些地方官员 一手遮天 如果这个地方官员 同时也是政治局委员的话 你可以发现 最高法院的院 最高法院的院长 在政治地位上 才是一个中央委员 而周一高人 在某些地方的大佬 封江大臣 他是政治局委员 在党的地位上 可明显高出一大头 所以 那个地方判了案件 这个地方 最高法院根本没有办法阻止 这就是我们现在 非常可怕的情况 那么 我们必须要往前走 我们也许我们能够看到 一个今年的一个新进展 至少我们期望的 有一点新增进展 谢谢大家 下面是我们还有差不多 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间的一个提问 我觉得提问的环境 应该是更精彩的 因为贺老师 他喜欢思想的交流 所以喜欢刺激 也希望大家 提一些非常刺激的一些问题 尽管在我看迪玛老师的 这个字写得非常漂亮 但是我还是 我实行着一线审查 就是先让 有一些直接提问 面对面交锋的一些人 大家直接想 让我对这个问题 这边有一位 在地上 很辛苦的朋友 开始 赫老师 我是个资博人 对我您的这个木屏老家 哦 谢谢 就单纯为您的名声 去延财的时候 专门去的木属 哦 谢谢 谢谢 这个 给我的感觉 我像是圣人 剩下的人 我那个金属名就叫 超越比利牛自三 哦 谢谢 谢谢 我想 我想问一下 就是 前年 那个哲大放宁州子的细节 因为 因为今天我也考了资博 还是有幸入属了 所以 我觉得您 您不去就资博一个天大的准时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就非常想了解这个事情 好好好 呃 这个 我可以简要回答 呃 这个事情是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事实问题 事实问题 不是价值问题 事实问题 也就是事实问题 可以要用证据来加以证实的 但是可惜的是 我就没有证据 呃 也就是说 到底 我 我自己最后的了解的一某些情况表情 这不是浙大的问题 更不是浙大法学院的问题 也不是浙江省的问题 那问题出在哪儿 你就知道了 呃 呃 当然来说是 当时 当时浙江大学法学院 由于接受了光华 台湾的光华教育基金 呃 捐助的一亿人民币 用来进行法学院的建设 他们把这一亿人民币拿出来相当的一部分来助于引进人才 但是光华教育基金和国民党和我千丝万缕的联系 呃 因为说这个国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跟国民党背景的这个基金结合在一块会成为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于是就强力阻挠 呃 就使得我去不了 去不了 当然当时很很很麻烦很悲惨 呃 因为这边 调文太高了 离开北大 我有时候做事喜欢这个破釜沉舟 自己没回头路 这个时候你就只好走 所以就接受过什么中国青年报 和我的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我中国青年报登的一个作为方 在北大是十三年 哦 然后南方周末一争吧 南都周刊 和我在当年的毕业典礼的那个致辞 告别演说 也可以登出来了 所以整个就是我回不去了 然后 这怎么办 这大一步可说 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也说不出来 于是我就排完 排完 但是这个时候 最让我温暖的是 北大又 特别 伸出了橄榄石 然后北大这边 我的同事 八九个同事 集体宴请 我们的院长 大卫书记说 必须要让后卫方回来 然后我们舍不着他走 他应该在这 然后我们的院长 大卫书记 大卫书学校的校领导 也都都觉得 还是回来吧 然后 乌子潘的常务副校长 乌子潘 鼓发的短信说 贵方 尽管别的学校 给你的更高的待遇 但是 北大毕竟是你的家 他是家里面温暖 回来吧 我一个人认为你考到了 浙大 浙大 这个 这个 我没有去这个事情 后来 引发了 这年代的 一些事情 然后后来 有一些教授也离开了 包括当年的院长 孙教侠教授 也到了 福建大学去了 但是浙大 我觉得 它是一个 非常好的地方 旁边这个地方 人们警官特别好 所以 我祝福你在这儿 幸福边上 不要太被 什么熏的罪了 你不想 祝你也顺利 谢谢 好 这位也担任了你同学 医生 对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一个 最明显的 中生于八十年 的那个六十年 之后 知道在前几年的时候 孙雅康先生在国外病治了 当时这个交警队 公司 他当时 一月以后 可以能够回到冰国 但是这个市场后来 是更能够 周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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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吗 没有 但是有一个 你说的那个 那个 刘宁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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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宁燕后来是前段二十年 重复做了这个市场之后 王立宁这个市场之后 然后就有一些像 毛泽的网站 类似一下 乌友之上 有这样的服务器 一直结果到现在 一直在维修的这个市场 但是前段时间这个 然后我们觉得似乎 国内这个对于 政治已经 官方对于 某家村的 刘宁燕 已经在解冻 但是在前段时间 当你之前也去世了 然后当时这个 证券 我一头上盘出来 就是一个小时 年后来就被删除了 那么我想就是问一下 您对于现在中国 这种政治官方的 他的态度 到底是怎样看待的 他到底是有一种 违光返照呢 还是我们真的 这样子有 才是一个能解断 然后就是 第二个我想是 一件政治一件事 就是说像 重庆这个事情 发生了 后让司马南口去 韩国 跑去到朝鲜 去买叶兵了 然后网上也正常说 重庆都是兼手 就是被北拉给开服了 被北拉也下课了 那么我想说 这个他到底 你感谢 谢谢你这个 孔庆东教授的关系 其实呢 我跟他虽然是同事 但是从来没有在 任何交往 因为专业领域将近比较远 同时 他曾经在微博上 发过一条说 如果美国人打到北京 他首先把后卫档给杀了 所以 所以我有点怕 见到他 会杀人的话 就很麻烦 所以我有点 又要搞不清楚 我的 我的感觉是 孔庆东应该是没有下课 因为他在自己 专业领域中间 聚意 听过他的课的人觉得 他在讲课 讲文学评论 讲的还是非常好 非常精彩 也很生动 因为那个眼神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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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是这个 学人的生态 那么关于1989年的事件 这个是一个 我自己感觉啊 现在最高领导人之间 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极大的分歧 最可怕的是说 有一些 有一些 当年 当年参与 直接的参与 镇压的人 其实都 已经不再是 但是他们的孩子 还在 代表他们的这样一种 某种 某种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看起来 他有多大可能 一出而就的 就是你可以想想 很快就解决 我自己感觉 如果一照 温家老总理的 内心的想法 他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多坤 赵紫阳 跟胡耀光 都长期以来 我觉得他们的精神 是契合的 但是 这个事情 不是一个小的事情 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因为代表到 一个 比方说对邓小平的评价 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中国人民解放军 会因为这个事件 而蒙受 可以说 已经蒙受了极大的耻辱 但是 这个事情 如果真的反过来的话 那么 他会带来一个 对军队的 这个角色 当然 也可能是好的契机 那就是说 军队的非国家 国家化 军队的非政党化 就会成为一个 其中应有之一 也可能会 带来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 大家一直呼吁说 能不能有一点最基本的人道主义 比方说 有一些人 其实刘宾燕家的人 老了老了 特别想自己先回来 活着的时候回来 然后 就像他现在的墓 在北京的 一个公墓里边 骨灰是回来了 但是 活着的时候 毕竟没有回到中国 然后 有一些流亡者 他们的家人 比方说 他们的父母亲 年事已高 都逐残年 尤其许多人觉得 这个时候应该跟他的 回来跟父母亲 待在一起 这个是做儿女的一个 最基本的义务 他说 政府看起来 还是不大愿意容许 这些人 回来 来做 来 来进人子 之 最基本的一个 文理的义务 那么还有 死去的人 像丁子林教授 他们对自己的孩子 这种 已经死去的人 他们至少有一种权利 我记得这种东西是 应该得到尊重的 就是说 应该容许人家表达 悼念 应该容许人们 那这毕竟是最 最基本的人道的东西 但是 过去的惯例是 任何人在那个时候 想表达 任何悼念 都会被 非常强有力的加以 加以知识 甚至加以 很可怕的对待 所以我想 这里边可能 一方面是说 政治的解决 政治的这个过程 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会有一些冲突 但是另外一方面 能不能说 从一个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的角度 先慢慢的去 一点一点的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说起来 咱们这个党的历史上 这样的事情太多 到现在 反右没有彻底平反 文化大革命 有太多的事情 其实 最基本的评价 比方说 到底谁是应该 为文化大革命 承担最根本责任的 我们还把他推到 四人帮身上去 尽管毛泽东总可以说 他有一定的 有相当重要的责任 但是毛泽东的责任 难道说 仅仅是一个 仅仅是一个 政治理论意义上的责任吗 他是说 是一个法律责任 这都需要 我觉得对党来说 要转弯转得太快 他也担心 这一点我觉得 我作为一个党员 我也希望你理解 毕童的这个难处 那你过来吧 因为话筒在这儿 你可能后边人会听得见 谢谢老师 学生我想介绍我旁边 这位老师 因为他鼓励我腰跟道 其实这个问题 我每次 陈老师请到 就是非常有名的老师来的时候 我都想问 但是大家都很积极 所以我就被一样梦了 所以这次 因为呢 比老师特别近 我就觉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就是 我这个问题 其实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一个困惑 就是 刚才老师讲到很多 就是关于制度的问题 就是我个人有一个 非常粗陋的想法 我希望老师能够给我一些点头 就是我总感觉 一个制度 就是对于人来说 人总是分为 他有天使的一面和魔鬼的一面 那么一个制度 我觉得是 应该是怎样把人 向天使的一面引领的走 让他向天使的一面发展 而不是说 我把魔鬼的这些东西列出来给你看 你看 我们禁止做的就是 魔鬼的东西是这些 我感觉就是我们的制度 就往往就是把魔鬼的东西列成 禁止的是这些 但是我们要引领大家走的 我觉得制度真的好的 真的 在它的本质是 我们要怎样做到天使这方面 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然后第二个方面 就是我一个困惑 我个人对美国政治以及法理学 比较感兴趣 然后看了一些关于美国政治 然后论美国的民主 这些书下来之后 我就感觉 这个小孩让我越来越困惑 就是我感觉 我如果以后去在 怎么样去完善制度这方面 去发展的话 我觉得非常的难 但是另一方面 我觉得 如果对现实这个制度而言 我们去执行 我们去遵守 我们去来克服这些原则 去做是更难的 那么我现在作为 一个大二的学生 法学的学生 我应该怎么样 在我的学习或者以后 让我能够 承认就是 能够为这些制度建设 或者做出一些 自己的贡献 能把我的价值反复到最大 我应该怎样去做 向老师给我解答 谢谢 好的 因为提问的比较多 让我稍微简洁一些回答 因为你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非常 有难度的 不大容易给一个 非常清晰的 回答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觉得 实际上政治制度中间 有些东西 其实政治理论的历史 你从古希纳的政治理论的 政治哲学的 著作的东西来的话 你会知道 人们一直面临这种 善和恶啊 如何去解决这类的问题 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边 有非常丰富的教育思想 柏拉图觉得人在 国家的卫士这个阶层 统治者这个阶层 他小的时候不应该很早 就接触那些恶的东西 比如说他是能反对诗歌 反对戏剧 因为戏剧 为了追求戏剧化的效果 会展示人的恶人恶的力量 所以小的时候 人的心灵是特别容易受到感染的那种状态 这个时候你应该是 他整天接触最美好的东西 然后到了 到了比较成熟的时候 然后他可以接触恶主义 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抵御能力 这个观点倒是跟你的不谋而合 所以我觉得你也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 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政治的传统 我自己读包括施赛罗的著作 其实大家都在反复的思考这样的问题 就是善 恶 政治中间的善 善和有用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我们公立主义的考量是否必然的导致我们 其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还是说施赛罗的说法说 其实每一种美的东西都是有用的 并不是因为它有用才美 而是因为它美才有用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 恶的东西炒的东西 其实是根本上是没有用的 但是实际上在公民的日常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中间 在一个人参与到公共生活中间 实际上罗神明说 至高至善 其实是思考政治问题 是参与到政治生活中间 不仅是思考 而且要参与 关注这个政治问题 这就是你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特别好的是 你意识到 其实我们应该去努力的去推动这个制度的 朝向善的一方面的发展 那么具体在民主政治生活中间 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民主尤其是媒体的发达 使得政治生活中间充满了一些互相攻击呀 谩骂呀 劫 蛙奔 这些东西现在的政治中间已经屡见无险 但是实际上 政治生活中间仍然有高尚 有崇高的东西 你发现在民主国家里边 国会议员的辩论中间 经常有人诉诸于那种崇高价 然后呢 宗教 宗教 在某一席国家 宗教的这种精神感到你 你看他这个总统就是典礼 我觉得到现在到奥巴马这届 你期间期到奥巴马这届 你会发现 基督教仍然是美国政治中间的一个主题 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一会儿来牧师 在这个给大家 他有一个祝福性的话 用圣经里面的话 一会儿来一个诗人 读一段诗 也给里边也透露出对上帝的歌颂什么东西 那这样的东西其实是把判决 你如果观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所做的判决 你看 你会发现这种判决绝对不是救世 仅仅是救世类似 他做出一些伟大传统 比方说 已经去里顾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轮奎斯特 轮奎斯特被誉为是叶语史学家 说他的一生 他在最高法院的工作的经历 实际性的改变了联邦与中之间的关系的历史 改变了这样的一种现状 使得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可以说轮奎斯特的特色 他赋予了烙印 他们通过什么来做的 因为发现轮奎斯特的司法派民间里边经常引用 国父们的那些伟大的言词 用这些东西来去 也有特别赋予感到你 我们通过比方说 雅典的那位伟大的正式家 活力克力的阵亡将士目前的演讲 我曾经把这一圈演讲 在课堂上朗诵给我们的学生听 然后我接着有朗诵的一篇 罗纳的里根总统 美国前总统里根 在挑战者号去世以后 为七位遇难的宇航员 举行了葬礼上的演讲 因为我发现这两个演讲之间 具有某种精神的一种相通 甚至写作的时候 似乎都受到了前一个演讲的影响 我再有读了一段 华光峰在毛泽东追到大会上 演讲之词 哎呀你就会感觉到插曲太大 插曲太大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政治话语 朋友们同学们 你们会发现我们中国当代的政治话语 失去了灵性 失去了人性 谢谢 谢谢 这讲话的表情也没有 那九个人一个一个人都都趋同 而且你看见我看十年的九章片 哎呀实在是受不了 那个政治讲话都没有认识 说 素出于人的情感 素出于人的灵魂 真的让你感觉到 哎呀赋予感召力 然后素出于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自己的伟大传统 都没有 整天都在这儿 我们要紧密的团结在 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你不以胡锦涛为总书记 以谁为总书记啊 你知道啊 高级这个小平地 那个伟大奇事 姐妹都团的 这个 沿着自由中国特殊的 这都是这些东西 这些套话 简直可以说是 把人家民族的心灵都给窒息掉 创造性全部窒息掉 而且也没有的高潮 谁崇高 现在谁崇高 人家都说是那个词叫什么 转回立体 有英文词叫Dominity 对不起 是在这儿 应该说出话 你说 当然 开头解构 那种意识形态的时候 也许王硕士的调查 是有家 但是你对你不说 你是破坏 没有建构啊 没有建构 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我想 我特别高兴你提这样的问题 而且你说 我们能不能说 从 你其实第二个问题啊 印含这个说 实战法 和自然法之间的关系 是怎么出 比方说 我们是不是能够根据个人的判断去说 这个法律并不好 然后我们就不遵守了 还是说 其实 恶法也遵守 我们也应该遵守现有的这些规范 但我要告诉你 现在中国的法律是一堆大杂烩 互相矛盾 你承看承领 左承风 侧承风 你就知道 看那个言论自由条款 哎呀多好 你看这个序言坏了 又又又又又没了 你看 借法好 你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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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那些论法 也 这边网络 管理 规分 条例 你就觉得好 所以我就觉得 这些东西其实挺矛盾的 挺矛盾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还是想 什么时候把它整个把它改一改 而不是说 现在我们 我们 我 我建议你整体性思路 看看怎么 你在家里边 比方说起草现法 好 这个 说这样啊 为了听听起见 就是 我们有两个 就口头提问的 最后一个 还有三个最经典的 那个 这个 书面提问的 好吧 最后一个口头提问 你来点吧 我点 你点 你点 我点 嗯 这个 如果说短个问题 你先提吧 我说想问一下 曾经打黑 虽然带来很多坏处 但其实从民生来看的话 他确实 说小伙一定要评出差语 然后在这样一个 网络上全民激愤的时代 其实从重庆方面来看的话 重庆的名算还不是很大 那就存在这样一个关系 在我们进程中 吸取进程所带来好处 但进程中又会有 非常写的代价 没有非常惋惜 那么现在放到我们这个国家的话 我们现在国家 问题非常多 非常处杂 我们的顾虑很多 我们到底是现在需要一种 抛开更多的顾虑 嗯 大多大幅 彻底的选择代价来换去 彻底的好处还是 嗯 但这样有一种 故意是我们这国家还可以安静吗 还是说 我们要考虑到重重顾虑 慢慢的去改革 但这种改革 又能有多快的速度呢 我们又能期许到这种改革的真正到来吗 好 其实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少人能够了解所有的信息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对称的一个状态 当然呢 重新的媒体在那个时代 一直在说啊 这个说那个 说他们继续可以增长过来 你可以发现 其实后来说 其实数据里边问题多多 问题非常多啊 啊 那么 关于民生问题 你知道老百姓有时候说 你现在给我好处是最重要的 你现在给我啊 每年给我三百块钱 但是如果说 现在给你五年三百块钱 将来你就可以付出巨大的代价 老百姓不大了解未来 因为未来这东西我们不告诉他 所以 有时候因此老梁 这个节泽而鱼 这种情况 就会是一个地方发展 实在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 我觉得不是特别容易去进行判断 我们期待呢 对重新的调查的信息 能够真正的尽快 对重新的调查 为什么会中期性地出现这种调查 对 对 所以我想 关于打黑 其实也有许多人觉得 没看什么 你做的也是有类的 我发现没有办法 对 对 关于打黑其实也有许多人 你现在有单百姓 然后在座的女同学 就是如果晚上一点钟两点钟 你出门警察都在外面站了 哎 你就会有一种安全感 你觉得很好 但其实呢 为了获得这样的安全感 付出多大的代价 让警察 长期待病 有许多人都 学生了 没有周日 没有礼拜天 只有星期七 然后天天的接掌 都是要求警察 你知道这个一个治理国家 不能靠这样的一种 非常情绪化的方式去进行判断 我们要理性一些 暗届行暗届的发生 胎院有它的一定的比例上的合理性 呃 这是一种硬心尝试的理性主义 呃 所以我想我们期待的本消息吧 好不好 我们可以在最后一位女同学站着 特别不容易 你站这么高 呃 呃 呃 你提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前面那位穿 穿那个蓝色的 呃 你继续穿那个男同学 再提一个问题吧 哈哈 我老师你好 我心里没什么想起 哦 呃 我一直关注你的微博 但是我们今天来开冷堂 受到一些 一些力量的指导 然后我们还有之前 有关注的美海大 和一个啊 他们之类也是 都遭到了一定的 限制了其他的一些 地方 还有还有 我们上海洋青周围 他去年 湖南青周围 所有的 他之间 他设计组组织 节目式进行行事长的 一些事情 所以类似于这些造成 典型 但是在酒店 麻烦 对 老天哪 信息 收拾得很传闹 感觉到你们这些人就是在这些活动 应该说你们这些小丑人 就是在这些活动的民主自由进行呐喊进行这些活动 就确实让我们感到一种希望和力量 但是就更能感受到你们受处 做完其中一些力量的压述 就是你一直在这些活动的事情 就是什么时候才是特别的需要 还有第一次来包括单队学校 希望我们能够将不能互相的 所以我们要来单出来 我们也自然能够要 就是为四个经历而顺务 现在单队学校的这条文章还有多远 这件事真正能够提供的 所有人都能够提供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最后回答 前面就回答您解决您的问题 我正好回答您的问题 yer经常看守连年事 您今天不见到柯的波罗 哈哈哈哈 也承认了这个方法 这是主要大多数的人 但是大多数人的意义 它命运更是最文质的意义 比如说像我们的渠道 总有几万人 但是今天来听这么好的享受的人 就没享受 然后玩这些 然后呢 反而另外一种 就专制的情况下 这个 这个是一个 其实都叫做建设的 我说是 非常的高兴 但是他们都冒了一种东西 假如这样的这个 军队他并不是有文猪 还像斯克勒一样 就会带出很大的天呐 然后你觉得 我不允许再提了 就这个 这个问题吧 抱歉 其实 没有完美的全 没有完美的全 民主确实 有时候 他决策效率 比较低 民主确实 有时候存在着 多数人暴政的危险 民主呢 有时候也会做出 一些错误的角色 这点都 都窝不足为患 这是人类的历史 当我们可以说 是 比比皆是的一些地震 可以正零的 但是呢 专制 有时候也会做好事 但是这东西 你要 你要 长 长远的 急效去判断 长远的急效去判断 你会发现 其实专制 犯了错误 要更加可怕 最可怕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专制 不容许人民对政治的参与 这样的话 政治的生活就变成了 一个 比方说像北朝鲜的 金石家族 爷爷完了是儿子 儿子完了是孙子 子子孙孙 无穷无尽 这样的话 这是朝鲜人干的 这样的话 你会觉得 其实我们天生 你知道 古希亚的责任说的话 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 政治是跟我们 每个人都有关系的 当一个地方 比方说 我们在大学里边 我们觉得 这大学公共的决策 我们是有权利来了解的 我们特别不喜欢 有人收了我们的钱 根本不告诉我们说 你怎么花着这些钱 我们需要我们的代表 甚至我们本人去查考 这些东西 这是政治方面的一个 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是最符合人性的 所以民主它之所以好 并不是完全要 依赖于它的功效 它的决策总是正确 而是说 它符合人性 它 不践踏人性 那么 你们 你至于说 如果是避免那种 所谓的 做出错误的决策 你知道民主要受到 另外一种价值的一种 一种 一种影响 或者说治愈 那就说 法律 法律 法律并不完全是 民主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中间 立法越来越 输入于民主的程序 来进行法律的制定 但是法律制定出来以后 对法律这些解释 却是由法官来做出裁判 你发现没有 美国的三权本力 这三种权力的构造 途径方式是不一样的 你要说 行政权 民主的色彩是比较重要 有人品来选总统 但是行政权一旦形成 它有着君主制的许多色彩 这是为什么 爱因斯坦和著名逻辑学家 哥德尔两个人 都跑到美国去 要加入美国国籍 二代受到迫害 犹太人受到迫害 跑到美国去 要加入美国国籍 要讨美国宪法 这两个人在研究美国宪法 那哥德尔啊 这伟大的逻辑学家 读读读读读 读完了以后 跟爱因斯坦说 哎 老爱 我发现美国 这个如果按照这个宪法 怎么搞啊 这里面有漏洞 会变成专政国家 会变成专政国家 如果严格的按照这个宪法 这个逻辑学家观察的 非常有意思 你会发现 为什么他没有变成专政国家 议会的这个权力 它分了两个院 下议院具有更多的民主色彩 而上议院有罗马元老院的 贵族政治的一种某种遗留 也就是说 上议院的议员 他感知自己离民意更远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 新时代的家徒 或者说习塞罗 所以他 你可以发现 美国把许多的权力 对 比方说对于 人民官员的审查权力 交给了上议院 而没交给下议院 这里边有个分权方面 非常复杂的一些个安排 那么接下来司法权 这个权力是非常明显的 不部分民主的要求的 因为联邦法院的法官 全部都是由总统人认命 而不是由人民来选去产生 总统提名 参议员认可 参议员认可 那么这个过程中 而且总统提名 谁一定要考虑到这个人 必须是一个精英 法律方面的精英 那么这 而且一旦认命了 他就终身认职 拉革命车不送套 一直拉到八宝山 这样的话 你看 以人民怎么去制约他 这就是为什么 在美国最近这些年 有一种思潮很流行 就是说 美国其实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美国是一个 贵族政体的国家 甚至有人说 美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 都有这种说法 因为他们 人民选出的领导人 要服从于那个人民 没有选择的那九个老家伙 过去叫九个老男人 现在是六个老男人 加三个老女人 组成的机构 他们莫有一种 最终极性的权利 因为他们 终极性的解释宪法 这样一种体制 你会发现 其实是混合政体 混合政体 有助于避免单一政体 所可能存在的一些弊端 这是我简要的一个回应 好 谢谢 你经过筛选了吗 对 先经过筛选了 我想 我就筛选最简单的 你筛选完了以后 这些问题我还拿回去 那是继续的 第一个问题是 一个私人问题 请问贺老师 您在石河子大学 的经历美好吗 非常非常美好 因为去的时候呢 好像搞得 戚风苦雨的感觉 因为那天 好像有一些报纸也登了 我去的第三天 每年社有一篇长篇报道 说是中国知名的 自由派知识分子 因为被政府惩罚 而流放到 作为我对西北极远的 一所落后的大学 作为筛选法 然后我说 哎呀 搞得西方人 就喜欢搞这种解读 我倒不喜欢这种过分的政治化 尽管其实背景上 是有一点点的 但是 我这问题呢 其实 我两年的新疆生活 我不知道太多了 有没有同学来自新疆 新疆老家 新疆是一个中国多么美航的地方 一个人呢 过去我去过四五次新疆 但是每次都作为游客 冲而过 但是这次 待两年时间 让我觉得 我是一个准新疆人 新新疆人 然后两年时间 我跟当地的 十个自贴的地方 当然是汉族人的 比较多的地方 我一个比较大的群现是 我没有在跟 维吾尔尔或者哈萨克人 或者其他的 吉尔基斯 科尔克兹人 或者哈萨克人 能够真正的生活在一起 比较长时间 其实都是 大家在一块吃饭啊 聊一聊天 两年时间 南疆北疆走了 可以说基本上走遍了 留了特别两个地方 准备说 别都走遍了 走遍了以后 你不想回去了 然后山川地貌 是东北的丰富多产 然后新疆的水也好 新疆的 新疆长出来的东西 地上地下都好 都是最好的 全部最好的产品 人也特别的美好 地域辽阔的地方的人 整天看着大沙漠 出来的大沙漠 人的心胸就很开阔 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 然后我自己也成为一个业余摄影家 还出版了一本书 四手联谈啊 对 哦对对对 四手联谈啊 对对对 四手联谈啊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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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她也在港台这里 主要照着好 谢谢 这个里边呢 基本的照片 都是我拍的 而且都是用傻瓜机拍的 那说 不相信傻瓜相机能拍的这么好 我说人的地板好 那个人就是那个山长得好 所以新疆特别美好 然后两年时间真的像修养一样 而且我经历了七五事件 七五事件让我真正的重新认识新疆 思考新疆的智力 那么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内读了不少新疆的书 有许多我价子上有比较斯文克令的 那个怪音在新疆考察的那个那本 从前上海书店出版老版本的书 都在我书架上躺了二十年了 但是以前就没有把它完全读完 读了一点就读不下去 这次是全部读完 而且他去的地方我去过 就特别有感情说 读完这书行万里路 如果行万里路是说读的书正是关于你这条路的书 那功夫美好 所以在北京现在开有关新疆方面的会议 他们竟然邀请我参加 获得了一点话语权 原朝的时候 原杂剧里边有一句台词叫 本世界风花雪月都成了赤藏途流 本来就成了风花雪月最后变成赤藏途流 这是刑法 那么我说这些词啊 把它改过来正是我到新疆的写照 本世界赤藏途流都成了风花雪月 刚才说的是赤老师的第二故乡 现在我们说他的第一故乡 现在有好几个同学提问就是 你对山东盲人陈光城有什么看法 怎么说呢 就是对陈光城先生所有的这些 采取的这些措施 据说都有着更高的背景 不完全是山东的人 但是尽管如此 我还是为山东当地的那些 本来应该是非常直徒的 善良的那些百姓 尤其是那些奴民 最后变成了一群 把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乡亲 封堵的一个地方 剥夺的自由 而且对所有的去盼望他的人 进行一种殴打 我觉得作为一个山东人 我感到非常的惭愧 也感到可以说是有几分羞辱 几分羞辱 但是最近好像听说 事情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转机 没有 我觉得这个又是一个精简的故事片 能够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很了得 当然从根本来讲 我们应该反思 我们为什么会 我们为什么会 把陈光城这样的一个 业余时间做一些律师 代理他的乡民们跟政府 诉讼 这样的一个 本来应该是一个 这个时代的伟大的人物 英雄人物 最后变成了一个 遭受长期求益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点确实说 我们这个时代 让人感到非常的不满 非常的气愤的一个事情 但是也许不只是陈光城一个人 我们还知道没有 眼睛没有 没有 这不是盲人的人 也有人 比方说在监狱里面被判刑十一年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个 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着急 包括艾薇薇也受到许多的限制 当然你们也知道 其实像书弟我也受一些限制 尽管对我的现在好像比较的不幸一点 因为我是一个法学教授 经常拿法律条文 跟他们讲道理 不知道我的人都觉得 每次跟我在一块 都等于上了两堂课的感觉 其实这个事情不是很偶然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体制 现在已经到了 这个限制人的自由 或者说封杀人的生命 最后不讲道理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现在到了要改的时候 因为过去文化大人命期间 毛泽东打谁 那要跟他比较大乒乓文章 现在打完了以后 就都不 也不敢跟他讨论 这说明我们现在 在理论方面 在意识形态方面 已经到了一个不够远洽的一个状态 需要我们在理论进行更新 所以我觉得 还是到了要改的时候 我祝福陈光城市 让医生平安好 今天我挑出来 关注贺老师的都是身份问题 前两个是一个加上的问题 第三个是他的个人身份问题 就是因为贺老师也是中共党员 然后你如何看待大学生入党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挑什么问题 你都不能找点 简单一点的问题回来 这个问题 我自己是党员 我是在24岁那年加入了中共党 读研究生起点 但是我觉得特别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应该不应该不应该是这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不应该是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我下来不愿意回答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我简直是让我太为难了 因为我自己家的孩子 我自己的孩子 我还比较简单一点 我都说 你别弱啊 你 不弱 因为我觉得他不够可 真的 对 对 他说 你说实际上是 是你们 那是 别人的孩子说 找我伟大的学生 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都说 真的是 你叫我怎么回答 因为这东西党员现在 显然不仅仅是一个信仰的问题 因为有许多时候 有一些机构 明确的要求 招收的人员 必须是共产党员 必须是党员 这个怎么可以这样的 这明确 我觉得在其他国家 一定会招致解法诉讼 你这是歧视嘛 但是 我们这儿不会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有些同学觉得 入个党 将来会 比方说到法院 也比较容易 提干也比较容易 如何如何 又呈现出一副 追求进步的外貌 因为你去追求进步 好像老师班主任 也会觉得你很惯 我觉得我也理解 我也理解 一步入呢 我更理解 我更理解 所以我都不知道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呢 我觉得对自己的心负责就可以 所以我个人呢 我觉得我现在常 作为一个党员 有许多人在网上就拿说 你既然整天说要多党制啊 要什么东西 你批评我们党 你怎么不退党 我说我就是要做共产党内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派 将来我一辈子都不会退党 我觉得党内需要 党内需要 最后我也要回应一下的 赞得最高的那位女同学 因为你的问题是一个特别带有个人感情的问题 我会非常感动 因为 其实呢 人这辈子 一步一步的这么走啊走啊走啊 他可能就不由自主的 就 你就会 成为所谓的一个 好像被人们认为是另类 另类 有一次在德国 跟那个德国的著名的研究人 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的那个顾斌教授 顾斌教授 白天他听了我的讲演 然后晚上在一块儿 晚上在一个酒店吃饭 顾斌教授爱喝酒 他游戏爱喝二锅头 做一个西方人 爱喝二锅头 我觉得真是不可理喻 我不爱喝 他爱喝 喝的晕乎乎的 然后 问我说 赫先生我要问你一下的 你是 基督徒吗 我说 这怎么问这个问题 你们一般不问信仰 他说这不喝的酒 我问你 然后 我说我不是 我没有 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说 归宜基督教 尽管我在 大学本科阶段 就读基督教的历史 我的 本科毕业论文 就是基督徒教的教会化 研究的教会化 一直还是喜欢这方面的文献 包括传教士在中国的近代以来的 在中国教育方面的贡献 包括我到新疆去研究瑞典传教团在 喀什的那个贡献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特别感兴趣 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打算皈依基督教 我到现在没有这个精神准备 但他接着说说你不是基督徒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去做这样的抗争 在中国这样的一种险恶的情况下 还有 我说 我说这些东西是有点太基督教同心主义了 不是基督徒就不能够做抗争 就没有 因为我说 越南这个地方成立有佛教徒 为抗争 为这个资本 那也是为民主 为法治 为宪政 我说这时候对我来说 自配自己的这一生 罗树当年说 自配自己的一生有三件事情 一个是对爱的渴望 一个是对知识的想要追求 一个是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 自配了我的一生 我觉得其实人类的苦难 比方说我小时候我经历荣华大革命 我家庭的这种遭遇 其实让我从小就感觉到 这个社会是一个病态的 是一个畸形的社会 家庭的灾难让自己小时候受了很多的苦 很不顺 然后我到了 后来赶着开放自己才能够上大学 所以这样的一种民族 当时整个的民族所遭受的灾难 可以说激励的我们这一代人 大家一定不能多容许 文化大革命这种悲剧在重演 那就是要建成良好的法治 良好的法治 那么自己 随着阅读西方的那些文献读多了以后 那么愈发就觉得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很大 这种差异很大从中在法治方面 在民主这个领域中间 那可以说是差距更大 那么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 那么总有一种感觉说 我们这个民族啊 真的是有些方面真的文化悠久灿烂 很了不起 但是为什么我们就在法治这个方面 在宪政这个方面 在宪政这个权力方面 一直就是没有办法做到 没有办法做好 2000年的专制的历史 不要以为专制是一个短暂的历史 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 有时候经常也有机会出去 比较一下看看人家 比方说我前一段时间到日本 待了四五天 仔细考察了一下日本的相关的制度 我就感觉到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 在这许多的方面 在制度方面能够 比日本要做得更好一些 原因到底在哪 有时候这种民族的这个 有时候是在 英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冲突过程中间 变得自己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 我是一个中国人 可能应该为这个民族去 我并不是说我那种很盲目的说 要打这个是打那个 钓鱼岛打吧 如果如果 我不喜欢那样的一种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真正的树立一种自尊心 民族的这种自豪感 是需要我们在政治制度 法律制度方面 真正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 这点也是自己的一个基因 民族之外 再就是说 有时候吧 有时候吧 其实你到了一定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哎呀 其实别人赋予你的 别人给你的尊重 真的说了什么 大过你自己做的贡献 所以这一点 当然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 有心惭愧呢 又多有时候有点觉得 哎呀 你心思大于这个程度 好像呢 很荣耀 比方说 我到这个课堂上 这么多的同学过来 门外站这么多的人 我觉得其实大家这份敬意 也是让我感觉到 非常的 人生特别的美好的一个方面 呃 有美好的事情 人总是愿意去追求美好的东西 呃 那么 这种亲力 也是 也是 鼓励我往前走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其实呢 我个人又 说了什么 我其实也喜欢休闲 我喜欢发呆 呃 不喜欢天天 有那么多的责任感啊 天天这个家伙之忧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晃晴与山水之间 呃 然后啊 好朋友们在一块聊天 然后 翻看一本老书的时候 突然发现里边 还有一封过去写的小情书 这种 这种事情让 让人感觉到生活是 非常美好 所以我觉得 人不可以把政治看成生命的全部 人呢 会要有自己寻求自己的内心的一角的一种安宁 呃 这一点我也希望 与各位共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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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今天是一个开店的咖啡 新鲜的咖啡 到几间座 今天要跟这 吃午餐的招生的气息 喝两个酒